哈喽大家好 我是华翔北小五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每天能为大家淘到满意的机器 我也是非常的开心 有这么多的粉丝支持我 相信我也是我最大的荣幸 现在大家有想了解手机的批发价格可以关注我 然后失信我 最近苹果的机型也是有所跌价 可以说是入手的好时机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二手机行情如何 来到市场 我们优先找到这台老朋友叫我们去市场淘的一台 苹果12polo max 手上这台是有所256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7300左右 这位老哥也是去年就在我们这里入手了一台苹果11有所的 现在也是想自换一台性能配置好一点的手机 目前有所的机器也是可以黑解成跟无所的一样插卡即用 一样的品控 质量以及功能跟国行差价也是巨大 都是内置a14的处理器 运行速度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屏幕是6.7寸的oled屏 显示效果也是非常细腻 机身续航散热效果也是非常棒 同时也是支持5G网络的 拿来单主力机用个三五年 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预算在2000左右 平时就刷刷电视剧 看看电影可以选择 我们手上这台苹果xs无所256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2900左右 手上这台是湖南的老哥叫我们去市场淘的一台机器 这位老哥也是蹲了我们很久 觉得我们不管是帮忙淘机器 还是侧机厌机都是非常靠谱 所以也是很放心让我们去市场淘机器 苹果xs是5.8寸的屏幕 机身整体也是比较小巧 性能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 内置a12的处理器 运行大型游戏也是完全带得动 后置双向头1200万像素 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是有2658毫安 正常待机一天也是够用 仔细检查 确认机器是原装的 其他的功能 我们就带回家再测机 苹果11polo手上这台是无所256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5100左右 这台是广东老朋友要送给自己女朋友用的 所以我们也是挑了这台橙色冲心的 这位老哥也是前后在我们这里拿了不少的机器 苹果11polo目前拿来当做主力机 使用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而且屏幕尺寸才5.8吋 女孩子用着刚好 后置也是三项头 外观 颜值以及手感都是非常巴适 a13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后置1200万像素 支持超广角镜头 3190毫安的电池容量 续航方面也是非常不错 目前二手跟全新机这里也是有3000左右的差价3000左右的预算 选什么机型 性价比各方面会比较好一些 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苹果Xs 马克思 手上这台是无所256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3700左右 苹果Xs 马克思作为当下3000左右预算 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机型 不仅拥有6.5吋的ol 异地屏 大屏游戏首选机型 内置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 而且声音也大 系统流畅 拍照也很清晰 后置是1200万像素的 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是有3174毫安 比较爱玩游戏的苹果Xs 马克思 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机型 苹果的机型 我们逃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安卓的机型 华为mate30 手上这台是4g版本 8加128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2900左右 相比二手5g版本 这里也是有800左右的差价 相信很多爱玩游戏的小伙伴用过mate30这种直面屏的手机 基本不会想换手机 因为这款手机不仅性能不错 而且耐用 机身整体续航 散热效果各方面也是非常不错 而且直面屏也不会误触 6.62寸的直面屏 支持指纹 面容识别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是有4200毫安 2000多的预算 不论是拿来打游戏 还是当主力机 使用一个三年左右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款机型 华为mate40 手上这台是5g版本 8加128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5300左右 这款机型也是目前市场一基难求的机型 这款机型整体提升还是蛮多的 拍照方面后置是5000万主色1600万的超广角镜头 拍照画质上给大家享受了更大的视觉盛宴 6.5寸的屏幕 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是有4200毫安 芯片采用的是麒麟9000亿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如果想了解手机的价格 可以关注我 然后私信我 我们都会一一告诉大家价格是多少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深圳华强北小五 今晚4点半 我在直播间与你不见不散 我是小五 喜欢更多华强北二手机行情的 点赞 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